严育饭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大营菜 五香卤鸡爪 简单一做 软烂脱骨不腥 好吃到缩手指 首先买回来的鸡爪放到盐水里面浸泡一夜 把鸡爪里面的血水给它泡出来 然后再用剪刀 把指甲给它修一下 全部修好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再放到冷水下面清洗干净 处理好的鸡爪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去腥三煎稻 葱姜料酒并不可少 一瓶个的白醋 想要卤出来的鸡爪颜色更加漂亮 加入适量的麦芽糖或者是蜂蜜都可以 小火烧开之后 再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去 不要 鸡爪焯好水之后 我们用个照理给它捞出来 再把焯好水的鸡爪给它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 一把干辣椒 五个老冰糖 一勺料酒去向增兴 少许的生抽 一点老抽 蚝油 加入一盆我家的炒姜水 最好把它没住鸡爪 鸡精 味精调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五项鸡肉包 收入好的鸡肉店都在用 一大包里面有20小包 一次放入一包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慢炉40分钟就可以了 40分钟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看一下这个时候的鸡爪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非常的漂亮颜色 然后用筷子把里面的葱姜和这个料包剪去不要 如果颜色不够红亮的话 再可以加入少许的酱油 然后大火给它收汁 把这个汤汁都紧紧的裹到这个鸡爪上面 这样鸡爪更入味 颜色更加红亮又人 最后我们把它收汁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 上面再撒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我们的五项鸡爪就制作完成了 单上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鸡的鸡爪软烂脱骨不腥又入味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大人小孩好吃到松手指 过年的餐桌上来一份这样的鸡鸡爪 保证全家人跨您是大厨 首先光牌的一个就是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